你这个老小偷今天可算不得到了吧 说吧 想怎么处理 我没有钱 这我儿子的电话 你打给他吧 妈 老板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们就是这老太婆的儿子儿媳吧 这老太婆三天两头在这儿偷东西 今天人账俱货 加上值钱的一共五百块钱 赶紧拿钱 老板 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妈是出了名的大好人 绝不会做这种偷金摸狗的事儿 而且我每个月都给她生活费 她不缺钱 少啰嗦这么多 这里坚固拍得清清楚楚的 还想赖账不赏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啊 你要真怨慌了我婆婆 以后让她老人家在这十里八岁 怎么抬得起头啊 不是是我偷的 听到了吧 这可是她亲口生人的 赶紧拿钱 妈 这东西这么便宜 咱买了就行了呀 赶紧走吧 别丢人了 自己开那么好的车 亲妈熊的当小偷 真是风日下 妈 从小你是怎么教育我的 现在你自己都忘了是吗 我是缺你吃还是缺你穿了 你就穷成这样 几十块钱的东西要去偷啊 这是一万块钱 你拿好了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我不管你 没钱了你就问我要 但是以后你别带我捅娄子了 我很忙 没空回来处理你这些破事儿 逗逗 咱们走 儿子 你就那么急吗 公司十几号人全靠我跟逗逗指挥着 我俩跟着走 那公司又就全 就全乱了 你看又来了 喂 你先盯着我跟逗逗马上回去 怎么又不会了 妈 我们一会就走了 您在家照顾好身体啊 还有啊 这些钱您也拿好 我知道您肯定是遇上什么事儿了 您看这些够不够 不够我在 不用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 妈 没事您干嘛去偷东西呢 我不这么做 你们能回来看我吗 这还是今年你们头一回回来呢 中午还没吃饭吧 我去给你们做饭去 儿子 先吃饭吧 还吃什么饭呀 天天静给我找事儿 我回来这一趟开了几百公里的车 四个小时啊 我差点都了个大客户你知道吗 逗逗 哪让你的包赶走啊 我不走 咱一年就回来这么一趟 下次回来又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了 起码陪妈吃顿饭吧 陪妈吃饭可是一分钱都没有 熟情熟重你自己掂量 我再怎么掂量也是妈更重要 你能陪客户吃饭 却不能陪妈吃顿饭 你都知道要和客户沟通感情 就不能和自己的亲妈也沟通沟通感情吗 她是我亲妈 我是她亲儿子 我俩的感情还需要沟通吗 那是你觉得不需要 干妈需要 我来吧 不用 你什么都不用干 只要你们能回来 光是站着呢 妈都开心 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 这身体啊 一年不如一年 摆住手指都涮涮 你们一年也就回来一次 如果我再撑十年 我也就还能再见你们十天 啊 不对 你们就要走了 只剩九天了 妈 你肯定会长命百岁的 都怪我们 平常对您的关注太少了 对不起啊 我替桃桃刚刚处您发的脾气 向您道歉 我自己的孩子从我发脾气啊 我不会怪他 谁知道这次见面 是不是最后一次呢 妈也是实在没办法了 才不惜得罪别人 抛弃自己的名声去超市偷东西 用这种偏激的方式引起你的关注 希望能多留你些日子 桃桃 我们每天活得像个机器一样 奔走在金钱和利益之间 却早已忘了最纯粹的亲情和感恩 在家敬父母 和用烧远香 你整天想着发而挣那么多钱 可要是娘没了 你挣再多的钱又能给谁花呢 妈 我不走了 我俩今天都不走了 你想做什么 我们都陪您 我也好久没吃过您做的饭了 今天我要吃两碗 妈 妈 你怎么来了 你们不是搬新家了吗 妈想来看看 顺便给你们带点自己种的红薯 妈来了 我还是过来您去接您的 快先来做 我去给您倒杯茶 妈 这成品啥都有 以后再来 别拎着土格大了 是啊 我日子有出息了 都租上这么好的房子了 肯定不缺这些 那是 这附近就是商场 楼下就是地铁口 您以后没事了呀 可以经常来玩 给您儿子不用客气 儿子 其实我今天不是来玩的 谁有事想跟你商量 什么事 你说 你也知道 老家的房子后抢立了刀缝 这夏天还能勉强的凑合住 可以到冬天 冷风嗖嗖的网里灌 所以 妈想能不能这只借助一段时间 那不行 我这新房刚装修好 屋里东西一个比一个贵 你要给我弄脏弄坏了怎么办呀 你刚不是还说 妈可以经常来的吗 那是让你当客人 来家做客的 你不能把自己当主人 直接搬进来住呀 草草 你说什么呢 什么客人主人的呀 妈和咱们是一家人 妈 您以后就住这儿 这儿就是您的家 您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什么 你还真打算让妈住咱们新房子呀 对呀 我当时选择四居室 就是希望能把妈从老家接过来 这不 连妈过冬的衣服都准备好了 来 妈 您去试试 看看喜欢不喜欢 看着是不错 就是 妈来咱家住这事 我看还是算了吧 虽说孝顺老人是做子女的义务 但我又不是独生子 这锅不能让我一个人背呀 我还有哥 还有弟弟妹妹 妈怎么不去他们那住 偏偏来我这儿住呀 我也太吃亏了吧 这有什么好亏的 自己笑自己得 我们能天天跟妈在一起 他们不能 吃亏的应该是他们才对 那要住也行 妈 我这房子买的时候可贵了 而且是豪华装修 你住都住了 这房租多少得交一下吧 房租 你想让妈交多少 都一家人也不多要 你不是地里还有收成吗 随便一个月给个一两千 意思一下就行 行 你要房租是吧 那先把你欠妈的十个月房租钱 和这么多年的抚养费还给她吧 说什么呢你 她住我新房子里 我欠她什么房租呀 这里 就是这里 妈十月怀才生下你 你在她肚子里住着 交过房租吗 妈抚养你这么多年的抚养费 你还得起吗 妈之前怕给你添麻烦 宁愿在乡下住着破房子 吃糠咽菜都不愿意跟你伸手 这次实在是熬不住了 才来向你求助的 你竟然恬不知耻的 问妈要房租 你说你的房子贵 怕妈给你弄坏了 不愿意让妈住是吧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不是妈给了你这条生命 呕心里血 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 你连住这个房子的资格都没有 你记住 咱妈从来都不欠你什么 但你欠妈的这十个月房租 你这辈子都还不完 你却又双判了 对着说 他也不求是 你却又双判了 你却又双判了